ROMA 系列 各位公約團體、ROMA主委朋友 大家好 ROMA 3i 這樣的一個新企業的一個產品 那麼在這個ROMA系列來講 各位可能比較有印象 是從17年底的ROMA 2i 假如今年年中的ROMA 3i 乃至於到現在的ROMA 3i 但事實上 ROMA系列在全球從2016年開始始終 到目前為止已經累積了接近4000萬的一個用戶 在這些用戶裡面我們把它組成分析一下 那樣的特色有哪些 對於顏值有高度的需求 自拍高度的需求 科技、社交、遊戲 樣樣不缺樣樣的需要 當然聽起來好像只有旗艦機場還足得了 但是今天用NOVA系列 來徹底滿足這些年輕人的需求 我們用美學、AI 以及整體配置的一個期限的部分 滿足這些消費者的一個需求 首先看到這個ROMA系列去美學的這一段 看到這個顏色的時候 我想在台下的各位長官應該可以讓你有感覺 當我們在幾個月前 跟各位長官來做所有產品介紹的時候 他們一看到這個手機 看看第一句話是 咦? Hello? 是不是跑到別人身上去? 為什麼也帶來這麼不華為的顏色? 你們家的手機貨 不就是黑色、藍色、金色、銀色嗎? 為什麼會有這麼亮的顏色? 沒有錯,華為為了要貼近年輕人消費者市場 在整體顏色上做了一個非常大的改進 包括各位看到這樣的一個漂亮的顏色 這在未來華為針對年輕人的市場上 都會繼續的再做一個推出 在整體機身上面 它的中框只有3.5mm的薄 再加上3D的玻璃背蓋 讓整體的握持的手感非常有值 下道 我們再來看到我們的正面的部分 折衷到6.3寸的一個全面比 19.5.9的一個比例 在手感上來講 現在跟你一年前再拿的5.5寸的手機 差不多大小 但是螢幕10寸已經漲到6.3寸 正是說螢幕在席面的時候 整體的顏色跟邊框也都是一致化 達到一個一致的美學設計 整體的鏡頭 所有的按鍵的配置 也都做好了一個中心配襯線的設計 讓整體看起來非常的舒服 再來我們就談到AI這一款 首先呢 今天講的是高延遲愛自拍 2400萬的海報圖自拍 這裡面大家一定記憶得到 我們一定行中有一顆鏡頭叫做2400萬 那這裡面必須源自於你本身 強大的硬體功能之後 才能把消費者拍得更多 所以我們在這些鏡頭裡面 我們有一個2400萬的主鏡頭 在旁邊有一個200萬的光圖鏡頭 以及一個從外線的能力的偵測 這些是做好把你拍好的第一塊錄的專 再來我們講說我們是輕旗艦 但旗艦這個字我想大家已經聽到有點膩了 兩萬塊以上說旗艦這個可以畫下來 5000塊左右的產品也有人說它是旗艦 那今天華為推了一個中檔會產品 你也說旗艦 你到底旗艦在哪裡 好各位旗艦必須源自於心臟 NOVA3採用的是我們的麒麟970的AI處理器 這塊處理器由我們現在的MAS系列 以及P20系列用的是同一顆處理器 這塊AI的整個處理性能 即便放到是去年的8月份上 發表11月份放在我們的MAS系列做了一個手發 即便到現在為止接近一年的時間 它的整體AI性能依然萬結成熟 透過這顆處理器裡面獨立的ISD 各位知道數位影像成敗第一個是鏡頭 第二個就是這顆影像的信號處理器 這顆處理器處理得越好 拍的照片越漂亮 所以我們透過這顆獨立的ISD 能夠讓整體的照片拍出來更有實感更漂亮 我們做了這麼多的一切就是為了呈現這 要為了在自拍那一瞬間最美的那個時刻 再來加上我們的一個美顏算法 包含從基礎美顏開始到一個海報級的明星美顏 不是把你踢成海關不認識你 你媽看了也不認識你的這個美顏 你的某裝式的美顏 搭配中央重點的一個測光方式 讓你在各種不同的光源場景之下 你都能夠得到一致的一個光彩效果 同時我們針對各種不同的膚色來做一個調整 這裡面包含在我們在全球超過50個國家 今天超過5000的用戶之後調研的結果 過往華為做了一個比較不好的示範 我們把所有人不管是黑人白人還是生人的小麥色膚色的美人 沖沖拍成的白人 這也是做現在目前所有自拍鏡頭的一個空閉 就是不管怎麼樣是白就是美 但是白不真的不見得是美 我們這邊是根據真實的膚色來做一個進行美顏的一個優化 這也是目前這些消費者跟我反饋算最真實的聲音 所以把美拍把人拍一個夠美 這個是自拍鏡頭的還就該做的事實 那自拍鏡頭除了把人拍美之後還能做什麼 我們人美人在景中 我們現在景物也要美 這個景物也要美就得益於我們在前鏡頭 在這裡面我們的即利處理器 有一顆MPU神經往後的單元 它能夠幫你做即時的運算 然後再上我們在前置鏡頭 就已經學了超過海外商的一個照片學習 因此它能夠帶出前鏡頭目前首創的叫做 八類八種的AI場景電視 這個在目前的手機裡面的自拍鏡頭是一個創作 不管是在各種清澈的藍天虎下面 還是說你對著花拍 好各位可以看得到人美景力要美這一個關鍵的東西 在我們的手機上被設有的實現 那麼如果今天各位人在自拍中都有一個場景 我現在夕陽跑美我想跟夕陽一拍 結果拿起自拍鏡頭跟著夕陽一拍完之後 夕陽很美沒錯可是你黑掉了 那這裡面我們有一個叫做HDR Pro的動物 讓你在逆光下也能夠拍出景澈之美 各位可以看到在HDR Pro打開之後 可以看到它整體的一個拍照效果 背景不會過顧 人臉力要保持清新明亮 更能透過全場景的渲染 讓你們肉眼在畫面上看到的就是我們拍出來的結果 各位也可以看到在我們在室外的逆光自拍下 跟其他的手機一起拍起來的一個狀況 針對醫護能夠做為一個增強型的一個細節處理 因此我們在前面我們做了NPU的處理器 2400萬的鏡頭 HDR Pro的功能帶來的2400萬海報的自拍 就如同各位現在的後面 我們總共列了十大方的這個海報 這些都是我們的NOVA 3的前鏡頭相機 我們請各個的明星、網紅、網美 自拍完之後直接洗出來的 甚至我們在現場也準備了一台 局前的全尺寸海報的列印機 待會各位自拍完之後 我們可以直接在那邊列印出來看待效果 能夠願意把自拍鏡頭 當成列印海報的等級畫面 目前有不同的感覺 這麼說 那麼前鏡頭不只要是2400萬 還有一個紅外線手鏡頭 那個紅外線手鏡頭能夠真精準示別人 有顧目的一個輪廓、線條 所以能夠達成在暗光之下的一個人眼角色 我們稱之為前天後人的鏈接手 我們剛剛前鏡頭花了非常多天賦來講這些事情 那前鏡頭捕捉了你 那麼在後鏡頭 我們用後鏡頭來捕捉你整個世界的精彩 我們後鏡頭採用到了2400萬的黑白鏡頭 即1600萬的鏡頭 我想各位對於這個鏡頭的主頭並不陌生 因為從我們的P9開始就已經做了這樣的一個組合 這個組合的原理不多說 一顆彩色一顆黑白 同時拍照之後套疊起來 呈現你們的照片 但是我們在經過一個AI視野分區調優的功能 讓他的每一張照片拍出來 都是接近專業攝影師拍出來的一個組合 同時在後鏡頭的部分 我們比我們的旗艦P20系列再更近一步 持久這種場景進化到22種的物品場景變適 這個在我們中間的清晰片上面 也做了一個大的幅度的更新 不管你在拍美食 拍一個風景大片 還是拍色彩仙艷的環境 我們的1600萬加2400萬的雙鏡頭配置 都能夠給你很好的呈現視覺效果 最後才到娛樂器件 娛樂器件這一塊 要第一個 首先要玩的AI 搭乘想玩遊戲 可是玩遊戲拿著中間手機總是覺得有點卡卡滑動 這裡面我們套上的GPU Turbo 也就是我們魚總當時在發布的時候所謂的下閃的技術 透過這樣的一個軟硬協同的解決方案 能夠讓圖形儲取速度提升60% 同時功耗再降低30% 還有我們針對網 這個遊戲專屬的一個數據通道 能夠讓網路延遲的時間再減少40% 不會說突然一下子斷線一個內一個回來 遊戲已經結實 這個是對消費者 常常在玩連線遊戲的時候會最大的感覺 另外這就在虛擬現實AR這一塊的部分 我們在NOVA固埃上電的時候 實現了變裝 3D的部分實現了擺電背景 穿具的變體 那麼在NOVA3的部分我們就是做了3D的PUMOGI 手勢特效 以3D吸引物的一個功能 各位看到這個叫做3DPUMOGI的文化小型號 你的人眼就是你的文化小型號 你也可以把這樣的一個寶機包變成一個可愛的短片 就像我剛剛前面的滿長影片一樣 這些都是可以不斷的被轉來轉去 相當有趣 甚至說AR的手勢動向 你要比一個手 或者手指或手比愛心 或者手指手掌一張開 你就有各種各樣的AR熱效 可以呈現出來封數你的社交生活圈 電力的部分呈現了3,750毫安培的一個大量量電子 搭配18瓦的一個快充技術 我們結一下我們的NOVA3 在越境美學這一塊有6.3寸的全面體 加上一個相當潮流的配色 在愛美的部分的話 則有前置的2,400萬海豹機之外 加上SDR-GROVE的密光拍攝技術 以及後置的2,400萬加1,600萬的送鏡頭 旗艦的部分更是有 旗艦970的旗艦處理器下爆 使它真正落實的所謂的旗艦之名 另外再加上GPU Turbo AIS 5.0 以及大電池 整體來講 看起來我們今天好像不是在介紹 改重大程度 在介紹旗艦的技術量 但是它的價格卻相當的 相當的3寸是一個完生的減配記號 我們在正面都一樣 維持6.3寸的一個瀏海全面屏的技術 也同樣搭載了所謂的2,400萬的雙鏡頭 這台手機最大的特色是 在它的處理器的部分 用上了全新的吉林漆系列處理器 這台處理器710 是我們在對於消費的一個準期間的新體驗 包含採用了12奈米的工藝 包含支援到雙卡雙四肌 雙路程 甚至雙Wi-Fi都沒有問題 以及智慧影像安全能力解鎖的部分 在這台處理器上通通能夠實現 這台處理器在性能上的提升相較於我們過的 麒麟的659產品 在單核跟多核的性能都至少提升了68%以上 也可以透過了GPU Turbo 做了一個遊戲方面的加速 在能效提升一倍 基礎性能也能夠提升到1.3倍零數 另外我們在這邊的鏡頭配置 前面鏡頭2,400萬 同樣是一個海豹級自拍的場地 也一樣支援HDR Pro的一個逆光拍攝 在主鏡頭的部分是1,600萬的AI雙鏡頭 也同樣支援22種的物體場景電視 我們總結一下 通告3i 6.3車全面鏡 2,400萬的海豹級自拍 1,600萬的AI雙鏡頭 以及全新的710處理器 包含消費者最喜歡的雙卡雙四肌功能 以及鄭智慧的Motion UI8 和Mozine的這一台 萬元附近的這一個產品 來做一個實現 好,最後我們要看一下 我們今天要上市的顏色 我們為這個 台灣的消費者 今天在NOVA系列上面帶來這個顏色 首先第一個是 我們這樣的一個藍花椅的色彩 這個色彩是 請求與這樣的一個花 這個花椅呢 這是優美與愛運的時代 我們把自然跟設計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今天帶來的這個顏色 在NOVA3這個山外上都有 叫做藍銀紫 藍銀紫 這個顏色還蠻漂亮的 它不管是在各種角度下面 有不同的色彩 但是紫跟藍中間的漸層 依然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那這樣的一個技術來自於說 我們用了一個高透的背板紫進玻璃 加上高折設定的這樣的一個反風片 精準的去控制的光合反射 才能夠呈現出最後這樣的一個閃亮的效果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非常淺藍非常漂亮的顏色 就是我們的NOVA3i NOVA3i會有一個亮黑色的配置 那最後就是各位最關心的價格 這個是我們的NOVA3i 我們用了710的旗艦出名器 4加128的機體配置 2400萬海報金負擔 前置8種AI常理編制 潮流配色 以及後置1600萬 AI送鏡頭 我們給台灣的建議售價是10990 最後就是我們的NOVA3 我們的新旗艦產品 970的處理器 6加128的記憶體 2400萬的海報金負擔 以及 新潮配色 加上紅外線全天網園人臉解鎖 我們給台灣的建議售價是15990 那麼從幾日起 今天開始 我們的NOVA3 就開始在全東路開始銷售了 那麼在下週2 8月28號 NOVA3i也會在全東路做一個銷售動作 只要購買 上網登錄 我們就送這個攜帶式來揚音箱 時間到9月底 那我們在9月份的時候 除了學生們要開學 我們也準備了新的NOVA潮玩店 要提供給消費者 我們在全台客廳 各種不同的潮玩店類型 首先呢 我們的潮玩快展店 從9月1號起站 在西方三月底8 9月27號的第二站 在如主任店船 還滿多多東西 那麼10月13號 就在那邊 在西方三月底 在島嶼這邊 有這樣的一個 大大的優秀 一個快展店 歡迎大家去體驗組 頭髮去看 那麼在潮玩體驗專櫃的部分 在9月8月30號 就在中間公路以下 就看得很激烈 好 也許主要看得到 10月8號 還是不輕鬆看 而在這一點 大盒子 可能會比較分分 相對進度 我們當中 8月5月 很大直接 從水月1號起 也會進去一個 潮玩包店 以上就是第一位 中間比較辛苦 很激烈 如果 voz動就是 開口的 油測你看 Feliz 大盒子 小元